袁隆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老师说他自由散漫 自由散漫 人们尊称他是杂交水道之父 网友说他是90后梗王 他说自己是精神首富 精神首富 袁隆平一直有两个梦想 一个是河下成梁梦 另一个就是杂交水道覆盖全球梦 前者是希望自己的超级杂交水道 长得比高粱还要高 后者就是希望杂交水道 能够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让人们不再为了粮食短缺而发愁 他是袁隆平 也是杂交水道之父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室 而就在今天2021年5月22日 13时07分 袁隆平院室在长沙逝世 享年91岁 也许你跟他从未谋面 也从未有过之言片语 但听到这个消息时 多少人依旧是会忍不住流泪 多少人希望这个消息是谣言 多少人的百感交集 仍会成一句 国事无双 袁老走好 1930年9月7日 袁隆平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 17岁时在湖北汉口博学高中 读高一的袁隆平 报名参加了全省体育运动会 身材瘦弱 各自矮小的袁隆平 竟然在湖北省男子百米自由泳项目上 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他们当然不知道 小时候的袁隆平就喜欢游泳 嘉陵江 长江都是他挑战的对象 高中生活很快就结束了 袁隆平大学选择了攻读农学 大学里的他为人自由散漫 要知道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可金贵得不得了 可是袁隆平并不在乎 1951年朝鲜战争战况十分较着 袁隆平就报名参加了空军 体检政审都合格的他 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空军战士 后来因为大学生更需要参加 经济建设的政策 又回到了学校 同一年他还报名参加了 西南地区运动会 结果因为吃坏了肚子 只得了第四名 而这个比赛的前三名都进了国家队 考虑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 太金贵了 又把他们送回来 本来已经欢送走了呢 差一点是游泳国家队的 差一点他录取的吧 是取了前三名 他第四名 这也是上天的意思 这样看来 或许我们失去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或是一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 但是我们得到的 却是一个不可替换的杂交水稻之父 1953年 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 来到湖南省淮化市的安江农校人教 就是从这里开始 袁隆平有了一个梦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 我们叫湖南教的国家 那真难受的 非常长 我看到五个人 有个人你握瓢啊 我看到两个人倒在我旁边 两个人倒在场 一个人两个人倒 小几小一个人倒在田 很感动 袁隆平意识到 粮食对于人来说 是如此重要 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吃饱饭 他一头扎进了田间地里 湖南主要作物是水稻 那就研究怎么提高水稻产量 1957年 在德之国外的杂交高粱 和杂交玉米 都开始生产之后 袁隆平更是下定决心 要攻破杂交水稻 这道难关 但是研究的路 哪里有那么好走 从1953年毕业到1960年 找到第一株天然杂交水稻 袁隆平用了七年的时间 再从1960年的第一株天然杂交道 到1970年 在海南发现的野败 又用了十年 期间经历过了各种莫难 特别是1968年 秧苗被毁的弥案 至今都没有人知道真相 要不然毁掉了 我这家人早上 好长调子不见了 当然也离不开各方面给他的支持 1966年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运行 受到了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的关注 他立即向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发送信函 要求他们务必支持袁隆平的水稻研究活动 并且也是在这期间 34岁的袁隆平 遇到了自己相伴一生的伴侣 邓泽 邓泽是袁隆平的学生 与其他人不一样 他从这个不修兵符的男人眼里 看出了他的伟大追求 和他对杂交水稻事业的热忱 从此 一句袁先生 一叫 就是一辈子 往后的日子里 男主外 女主内的生活 真正让袁隆平放下一切 投身于杂交水稻事业 在发现野败的第三年 袁隆平工作组 终于攻破了三系配套难关 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 仍不满足的袁老继续研究 之后又在1995年 两系法杂交水稻培育成功 但是两系法杂交水稻的产量 还是不够高 为了提高产量 袁老带领团队继续努力 最近就在2020年11月2日 在湖南衡阳进行试验的杂交水稻 双计测产已经达到了 亩产1530.76公斤 外国人是怎么评价袁隆平的 1994年 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 在世界观察上 发表了一篇名为 《谁来养我中国》的文章 文章里他指出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中国在2030年将陷入粮食危机 但是从1978年开始到2020年为止 我国的粮食产量 从3.05亿吨增加到了6.70亿吨 我们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 养活了近20%的人口 狠狠地打了这些所谓的预言家的脸 1998年 袁隆平获得了月光国际水稻奖 2004年获得乌尔夫奖 以色列总统亲自为他颁奖 2010年获得法国最高农业成就兄章 如此多的国际大奖 袁老却表示自己并不在乎 他一心只想搞好杂交道 没有什么低调 已经91岁高龄的袁隆平 对于杂交水稻事业 仍然是充满了无限的热情 为人也是依旧的风趣幽默 2007年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的终生成就教师 他还这样表示 我拿着字吧叫做知识焊水 灵感机遇 我认为我们搞实际工作的 焊水就实践是最重要的 书本很重要 电脑也很重要 但是书本里面中不出水稻 电脑里面也中不出水稻 只有在试验台里面才能中出水稻 也还是像从前一样的自由散漫 不带博士生因为修改论文很伤脑筋 上班下班也不打卡 因为没人比我更多愿意夏天 你问我帅不帅 自己看 但是我觉得元老最帅的事情 就是当有人问他最关心的事情 是什么时 他的回答永远都是杂交道 最在意什么 最care什么事 最care什么事 在乎 最在乎什么事情 干什么 最在乎什么事情 最关心什么事情 最关心什么事情 最关心杂交道 对他而言 就像是一个再品尝不过的事情 但也正是像元老说的那样 一律粮食能救一个国家 也可绊倒一个国家 才有了他如此的坚持 一律粮食能救一个国家 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你年纪心都知道 三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计划的时候 我是人 大家都吃不饭了 我就见眼见过 您是不是特别害怕 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不可能呢 不可能呢 而今天 解决半个中国温饱问题的老人走了 世间 再无杂浆水到吃福 员工千古 国之功勋 国势无双 山河工商 愿大家 不浪费粮食 莫蹉跎时光 河下长凉梦 送别 袁隆平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